还要再打 还要再打 这一关 还有再最后一次的KO机会 马库斯已经没有选上能力了 我觉得 比赛结束了 三次击倒 这规则不需要再途鸟了 不需要再途鸟了 方便 方便 挑战了奇迹 这是死神方便 只如野生牙中 最经典的一场比赛 连续四次击倒世界第一马库斯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格斗视频 这场比赛发生在2015年 由我们的死神方便 迎战加拿大顶尖拳手马库斯 马库斯出生于1986年 11月5日 身高185厘米 体重80.2公斤 是世界著名的泰拳手 先后斩获了WRMF 175棒世界泰拳冠军 Line Fight轻量级冠军 职业生涯拿到了39胜 一平一负的傲人战绩 在中国擂台 也是拿下了八连胜的不败战绩 更是叫嚣在中国无敌 用一级之力 搅得国内武林 不得安宁 至此危难之际 方便选择 挺身而出 迎战大魔王马库斯 但是 却不被任何人看好 好了 废话不多说 长按点赞 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 最终 方便也是在第二回合 就以KO的方式 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这个横扫中华武林的 加拿大拳王马库斯 终于在中国擂台上 遮忌尘杀 让我们为方便点赞 好了 本期的格斗视频就到这里 感兴趣的朋友 记得加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